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对三篮球选手于祥平在亚运一战成名 带着荣耀回到母校才踏进学校就受到学弟妹热情欢迎 市长谢国良送上特制版篮球 而对于基隆目前还没有亚运夺牌相对奖金惯例 当场只是教育处两周内研议办理 这个换起来我们对于这个社区篮球也好 学生篮球也好 甚至基隆的直篮也好 这个大家都非常努力想要把我们的篮球活动办得更好 那这两边议长我要特别说一下 因为我先讲话说 议长也非常关心 因为台中有好的奖金制度 那基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惯例 那议长这两边也非常关心我这个事情 在这边交代说想选长必一定要非常好的鼓励 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教育处跟体健科 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内 回到母校基隆名传国中 鼓励学弟妹不要放弃 坚持自己的梦想 就是努力做自己 不要放弃 勇敢追梦 其实就是一样一直走在篮球这条路上继续努力 不会说因为得了这个金牌就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助力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很棒的经验 然后继续发展下去 出席活动的议长童之伟何余祥平 级教练徐伟胜 都是多年好友 特别准备12号球鞋送给余祥平 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双球鞋要送给他 其实基隆买不到12号的鞋子 因为基隆很少这么高大的选手 他们的教练伟胜穿13号 国中国二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其实我就觉得他协调性非常好 那基本上因为你看他的身高 他国中的时候在基隆去打中攻 到高中去慢慢逐渐的转型 我想后来现在大家可以证明 我们未来这个选手转型的非常成功 也希望他未来可以在职业队 可以好好的发挥 那我们基隆也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引进职业队来进驻 那希望祥平未来就是我们基隆的代言人 难得回到母校 余祥平和议长童之伟亲自下场 和民传国中学弟来个一场友谊赛 双方比数一度追平 最后在议长童之伟拿下最后一分获得胜利 要从兴趣变成专长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那在于你投入这项活动 你付出了多少心力 那我觉得基隆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人出现 愿意从兴趣慢慢的把它变成专长 投入更多的心力在这项运动上面 我觉得对基隆才是一种帮助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培养出非常多优秀的国手 篮球选手包含林智杰 李奇艺等等 那这几年民传国中在篮球运动上面发展得非常不错 那我也希望教育出未来的资源可以整合 让我们的篮球的环境可以更好 身高188公分的余祥平 目前在一守大学 篮球队主要位置是后卫及小前锋 对于下一个阶段表示将投入选秀 希望能够加入直篮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市议会定期大会将在10月25号召开 在市议会预备会上市议员认为 污水下水道工程即将进行到爱四路庙口一带 市政府应该要说明如何施工 让商家及摊商预作准备 我们庙口的部分明年有边预算要来做卫生下水道的一个修建 那这个事情会涉及到爱四路的整条做生意 或者各方面的一个问题 卫生下水道要来这边来挖马路来做这些施工 那对于这一些在夜市这边这个做生意的这些摊商来讲 他们可能他们的生意也会被影响到 那所以这个部分恐怕必须要提早预作准备 另外警察局报远警出走槽和监视器有没有装设好 涉及到治安的问题 市议员也很关心 在金融市长期来面临到就是我们的离开的警力总是比较多 多过于是进来 那现在刚离开49人 那现在接下来的警力配置怎么应对 跟是否会有派出所在出现联合执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再麻烦警察局在做具体的报告 上半年度我们那个警察局监视器的进度 希望警察局还是要做这次的重点的报告 因为我们目前想要先了解现在监视器的更新进度 那这个治安的问题是民众非常关心的 而负责行销机动观光跟发布新闻的市政府官销处 传出要猜测改设儿童局的消息 议员同样很关心 那如果说官销处原本的业务 它必须要去被转移到 比方说文化局或其他的局处的话 那那个局处比方说文化局 如果是未来是要承接官销处的业务的 那他也要在这一次的业务报告里面好好的报告 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要 统一市政府来做局处的变更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变列的预算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的是说 我不知道市府会不会在现在才提案 说我要变列 正常来讲他应该在临时会就要提 所谓的变更的部分 所以现在不要担心了说 到底会不会他变更的跟预算同时并进来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威表示 议员们关心的事项很多 定期会召开时 希望直询的市议员和被询的市府官员 都能够准时到场开会 充分讨论 为民喉舌 把关市政建设 因为议题议案蛮多的 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间 希望大家尽量尽早准时 那我们可以让局处更充分完整的报告 那我想希望在这个意识透明化的过程中 可以让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了解 可以清楚我们不管是议员的质询 还是市府的背询 都可以让民众有更充足的资讯 可以让我们大家了解基隆的政治的脉动 那我想刚刚大家有议员提到 这个官销处相关的传闻 因为我想因为这个会经过议会 要送审自治条例 不管你局处的财病调整或任何的变更 都会经过整个议事的程序在走 所以如果没有送案进来 议会是不会审理的 所以基本上议员也可以放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112年度公费流感疫苗 10月2号开始进行注射施打 不管是幼儿园 国中小或是高中职 校园接种流感疫苗的部分 由于家长对于部分品牌 疫苗有所疑虑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也公布 校园流感疫苗注射施打 将以赛诺飞、东洋以及国光三种品牌疫苗为主 施打前也将会先告知疫苗品牌 请家长们放心 我们也提供了校园的接种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接种的是各个幼儿园 考量目前疫苗配获的速度 我们目前在幼儿园接种的 最有可能会是赛洛飞这个厂牌 如果有其他的可能会是东洋这个厂牌 接着我们在10月中到11月 会开始其他校园的流感疫苗接种 包括国小、国中、高中、高职 还有五专一到三年级 预估在10月中到11月的时候 我们的配送到的疫苗 最有可能的厂牌会是国光 然后也有可能会是赛洛飞或东洋 我们会依照配送的时间跟量 到校园去 也都会跟校园学校的老师提早告知 我们会接种的疫苗 学校的同学、幼儿 如果对于我们的安排 觉得适当就可以接种 如果在接种的当时 觉得我还是希望其他的厂牌 我们也可以在后来 再到相关的医疗院所去做补接种 在校园里面 我们也会在接种之前提前告知 那家长如果有担心跟疑虑 也还是可以跟我们的学校 还有我们的现场的医护人员 来做讨论 另外机动室卫生局分发到的流感疫苗 总共有赛洛飞、东洋、国光 以及高端四种流感疫苗品牌 一般符合资格施打流感疫苗的市民朋友 在施打前卫生局也会主动告知 接种的流感疫苗品牌 也欢迎市民朋友们主动询问 流感疫苗我们目前有 国光、赛洛飞、东洋、还有高端的疫苗 依照中央政府配送的顺序跟数量 我们提供给各医疗院所 我们希望市民朋友踊跃接种 愿意接种是最重要的 我们也知道有些市民朋友 对于疫苗的厂牌 有疑虑或考虑 所以我们请我们 帮我们接种疫苗的卫生所 能够把疫苗做公开的告知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帮忙我们的医疗院所 也做疫苗的厂牌的告知 这个公开告知的方式 可能因为各个医疗院所 受限于他们的场地或者是流程 会用不同的方式 有些可能会贴公告 有些可能会上网公告 有些会在现场用口头告知的方式 都可以 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 如果对疫苗的厂牌有需要了解 也可以主动跟我们的医护人员 询问跟讨论 卫生局长张贤正强调 今年流感疫情比较严重 因此再三呼吁市民好朋友 请踊跃接种流感疫苗 保护自己 也能保护亲朋好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庆祝国庆日 整个基隆市骑海飘扬之外 市政府也将在国庆日当天 举办升旗典礼 市长谢国良也开心宣布 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来到基隆 和市民朋友一起升旗 我们也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的前总统 马英九 马前总统 他也答应要来参加我们基隆市国庆的升旗典礼 那大家都知道前几天 马总统有提到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总统府 他在整个国庆日的意向 刻意的忽略掉了中华民国 所以他不会参加今年我们总统府办的中华民国的国庆典礼 那我前几天在看到马总统的脸书以后 我就非常积极的邀请 因为我想这或许是我们 这个基隆市第一次有现任及卸任的总统 来参加我们的国庆典礼 所以我想我那个时候很积极的邀约 我这几天一直很努力的在邀请马前总统 因为他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带着大九学堂的成员出访新加坡 不过终于我们得到了他的办公室的同意 是会今年在参加了早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升旗典礼之外 他也会来参加我们基隆市的国庆双十的一个升旗典礼 我们从九点二十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放我们民众可以进到我们的海洋广场 我们来我们会发放小国旗还有我们的小小纪念品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邀请到我们基隆市这边的小语艺术马戏团来进行表演 然后呢也会有呢 这个风琴及特巴的这个舞团 来为大家呢带来一些乐舞的表演 那最后呢会邀请到我们基隆在地的土风舞协会 带领大家唱两首曲子 一首呢是我们中华民国颂 还有我们的梅花 把我们现场的情绪呢带到最到位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欢迎我们的国旗会逐步的进场 那我们呢也会在十点十分的时候 来进行国歌还有国旗歌的一个演唱 师傅表示 欢迎市民朋友以各种国旗元素装扮 踊跃的来参加国庆升旗 记者黄正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小选台风来袭前夕 民进党国务卿应援团成员 陪同民进党基隆立委参选人 郑文婷沿路扫街拜票并在基隆火车站宣讲 进入2024大选倒数100天 民进党国务卿应援团启动全省辅选列车 第一站就选择从台湾头的基隆出发 为郑文婷加油打气 来自全国各地有200多位的国务卿的伙伴 在今年组成的国务卿应援团 希望透过台湾体育米熟悉的应援文化 来为民进党所有民主大联盟 听台湾的总统和立委候选人辅选 今天是选战倒数百日 我们选择从台湾头基隆出发 接下来将会前往每一个立委的选区 那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总统胜选国会国伴 我相信这样的挺青年的政策 需要由挺青年的立委郑文婷 在国会一起实现 才能让我们基隆的学生 才能让全台湾的学生 都能在求学路上自由的追寻我们的梦想 挺青年的立委候选人需要年轻人的相挺 前进国会国务卿应援团来基隆支持郑文婷 郑文婷除了感谢应援团成员不为风雨立挺 也强调民进党一直是最挺青年的政党 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副总统赖清德 更提出多项青年政策 从各方面提供青年朋友协助 而他除了要延续立法院蔡世英推动的 一二零零首都通月票外 也希望运用本身的律师专业 在立法院发起订定青年基本法 保障青年权益 文婷跟赖清德副总统都是来自基层 我们都深刻了解到基层民众的辛苦 因此未来赖清德副总统在总统府担任总统的工作 文婷进入立法院之后 我们希望一起来推动青年基本法 来照顾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 我跟赖清德副总统我们都来自基层 我们不是正二代也不是富二代 更不是权贵 所以我们可以全面的了解基层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源自于基层 最底层大家最渴望的一个声音 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各个角落的民众 周文婷强调 基隆需要一位好的立委 争取预算监督执行 相较于竞选对手 他自己始终与青年站在一起 希望未来能进入国会落实各项青年政策 让基隆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基隆就业打拼 青年挺文婷 基隆一定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此云寺钥匙佛店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木科解王等 辉鸿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一次钥匙佛店参拜 感受伐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程陆细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等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药灌撤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 不要固定清醒 电视 音效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对省下不少电费 老只电炮 换LED 省电 省钱 又一辆 哎呦 真厉害啊 诶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 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去烟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 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 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任何国人》 我本来说 我们的语言 是最好的 我们的语言 是最好的 也有点凶 我们的语言 是最好的 我们的语言 是最好的 我今年沒有唱 今天真的哇 很感動 我記得很清楚 我是在學歲上面 沒有練過大概六次 但是就是 後來因為還是比較常唱 這個 汪濃梯 汪濃梯也有 這首是說 志豐哥的歌這個是 筷子人工 所以我們很期待 在市政府的邀請下 基隆創作歌手江志豐 和姊姊龍謙玉 將和多位歌手 帶來經典的國台語歌曲 所以這次能夠回到家鄉 唱歌給家鄉的好朋友聽 算是第一次 因為我真的常到外地去表演 我最想唱的地方其實是基隆 因為這邊最多我的好朋友 然後最多我的長輩 然後包括一些晚輩 我們一起都在這個地方成長 那我也希望說 藉由這次的機會能夠拋磚引玉 所以這次其實坦白說 要很感謝市長跟我們的局長 能夠舉辦這次的活動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回到這個地方 尤其是姊姊一直掛在心裡面 她一直掛在心上龍姐 她說 哇好感動喔 市長這次願意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能夠 好像回到家鄉做一些事情 然後可以回歸給家鄉父老 今天非常開心喔 我們的志豐兄跟我們劉洋老師 都可以共同來參與 今天的宣傳就是我們在10月7號 有非常精彩的一個懷舊老歌的一個活動 在我們的一個演藝廳 那我對剛剛志豐兄唱的幾首歌 我都是很有興趣 但是因為那個歌其實都不好唱 那這個我們每次都是懷著很羨慕的心情 在這個學這些歌 那因為這些歌是也是有翁立友先生 也有唱嘛 那他也是我的一位好的朋友 那每次就看他唱這些歌 之後知道背後都是我們志豐老師 在這個做詞做曲 就覺得今天能夠邀請到他 菲苑老師到基隆來 跟我們一起來推動宣傳 10月7號的演唱活動 希望市民朋友一定要 跟小孩爸爸一起熱烈來參加 文化局長江廷梅表示 這場懷舊金曲音樂會 10月7號將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 演藝廳開唱 向大師致敬的系列活動 今年將用金曲歌聲 在線基隆帶領觀眾朋友 重溫經典老哥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非常希望把北林路改造成為 這個夏威夷娃娃娃娃娃娃海灘 我們會盡全力 也是謝謝市長 市政府經費人力的配合 我們會改造這個海灘 成為漂亮的娃娃娃娃海灘 加上海大的山來 森林校園的重建 我希望我們基隆市 變成一個漂亮的港都海灘美景的城市 謝謝市長 請校長跟我們簡單講一下 因為民眾很好奇 就是說假如這邊變成一個海灘 那當然很棒 但是它的防撥功能要怎麼樣來執行 這個專業的問題 因為我本人就是這個專業 那我過去也在黃金海岸 台南 那麼在這個高雄的齊肉海岸 齊金海岸 還有花蓮海岸 造了四個成功的沙灘 那老百姓優利的這些消波塊 我們會往外海移動 讓外海建置一個潛堤的這個平台 那讓水深變潛 那波浪提前崩潰 崩潰就沒有力量往前來運動 那它就不會衝擊我們的海岸 那這個第一個 這個海景會變漂亮 第二個清水性 因為消波塊沒有辦法清水 我們清水性會變好 因為市府其實跟海大 針對於這個北寧路海灘 這一個計畫 已經討論了超過半年以上 那我們現在是朝向 請海大積極提出計畫 市政府在預算上會全力支援 打造出一個真正漂亮的海灘出來 供民眾跟觀光客來使用 因為適逢市長謝國良生日 許泰文校長在會刊當中 特別送蛋糕給市長謝國良 祝他生日快樂 同時呢他也跟外界宣布 目前海大跟市府即將推動 打造沙灘的這個好消息 那這些消波塊我們的往後移啊 第一個景觀就改善了 第二個這些消波塊是增加這個海灘的消失 那往後移以後我們的沙灘 就可以清水 也不會影響這個景觀 破壞景觀 再來呢 我們這些沙灘灶 由我們從這個和平島 到我們海隔館 我們使用這個海景造景 就好像我們學校值很多這個 比較貴的這些 大葉感染或是樟樹 或是這個我們的潔洞 這些都是比較貴的樹 那我們來植這些樹 我們的景觀 海岸景觀 還有我們配合這些海岸的花 那整個狼帶就會很漂亮 那漂亮以後大家清水 我們旁邊有這些小灘 大家來海邊來餐 然後來這個小灘啊 來使用他們的餐點 這樣呢就會留下來 我們仿造這個夏威夷的外景 市長謝國良表示 如果能夠在海大北尼路海域 打造成為沙灘 配合未來遊艇港的營運規劃 相信可以把當地變成北台灣 甚至國際間知名的油氣景點 成為兼具娛樂 研究學習的海洋休閒狼帶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助理一下 新營的手 從來而上 劃進去 水 超級完成 雞神 抽出 進去 修理